我想做一個就是餐廳秀 可能會請辛龍嘛 喔 我有看過他 很好啊 他做得很好 9月份我還是很忙啊 因為我在訂明年的檔期 我想做一個台北北流的演唱會 就是餐廳秀的演唱會 現在正在規劃 我覺得高流做得很成功嘛 台灣好像50歲 60歲 70歲 80歲的 聽歌的地方很少 我自從做藍寶石歌廳秀之後 我覺得有必要擴展這一塊 甚至我想結合就是跟公益有關 這個是要大家談 怎麼樣去活絡這一塊 是不是讓我們社區老人家 有歌可以聽 這個摩登納老師 公布藍老師 我有陸續去邀請 任賢其實有答應我 是 他用誰 可能會請辛龍嘛 喔 我現在在談啦 只是因為場地還沒給我嘛 那我彈的將來可能是 包括李宗盛 羅大友 我都希望我去彈 但是不要一直糾結在演唱會上面 是不是能夠來這邊當我們嘉賓 唱個三首歌 跟老一輩觀眾朋友敘敘就啊 成為一個活動啦 我的想法是就振興台灣歌 振興台語對不對 剛剛是胡大哥有雜音嗎 我場地還沒拿到 我沒辦法彈 但之前我有跟他研究 他說他會考慮 他會醫院 對 我很希望他出來 對 因為他不需要面對電視嘛 而且我做這個事情 我不會像高流把它放到網路 這些事情其實是不能放網路 他會造成你餐廳就剛要起來又死掉了 不是你播完了還要想剪給 電視台播 又想剪給網路播 那這樣一定會死 如果我辦 我是禁止這些 當年餐廳就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不到才會去買票嘛 就電視上看不到我才會買票 我電視上能看到我幹嘛買票去看 是不是 就是興隆現在有畫本啊 我有看過他 很好啊 他裝飽什麼 他是帶小孩嘛 那他會不會出來唱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用這個角度去講 可能他有可能啊 就是我電視上我不會完全是舞台秀 我會慢慢的跟他聊 我覺得他對電視可能蠻 還是有一點 害怕 傷心 如果說大家一起玩那個舞台秀 並不會流出去畫面的話 我覺得他還有可能哦